《新型肺炎大流行》 回到節目時間 新型肺炎大流行 全球很多活動 看彈賽事、樂壇很多活動、展覽會議 甚至東京奧運都要延期或取消 保險業的索償都預計是天文數字 由於英國的保險組織推算 全球保險業今年損失的規模金額 超過2000億美元 以往損失這麼大 都是天災、日本地震、美國風災等 還有美國的911孔襲 但今次因為疫情的影響更廣泛 照道理是的 但我正在想 很多所謂的財險類的賠償 究竟是否因為疫情需要賠足金額 對於索寶人來說 其實你不斷叫保險公司賠到他做破產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以往我們面對著天災人禍 當然他的賠賦是會多的 亦都會影響到他當年的業績 但實際影響 其實沒有想像之中那麼誇張 只不過就是要看他怎樣計算 譬如說展覽會議 其實如果有部分 他買的保險 就很少說會包到他 cancel 了整個字 等於好像他們不會包到爆風球 所以實際金額 我覺得他有個 estimation 一定多了 但我覺得未至於說 真的會見到有保險公司倒閉 我反而是擔心那些再保公司 是因為他是保險中的保險 那部分可能會鬧鬧些 如果保險公司 其實看全球那麼多保險公司 不少都已經預告了上半年的經營狀況 可能都會有一些損失 究竟我們都說到 不知道第二波疫情 這麼不明朗的狀況之下 保險公司可以怎樣自處 很簡單的 其實他自己在條款裏改 我見很多公司已經做了這件事 某個程度上 他們現在所收的保費 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他們接下來可以補到的一個範圍 是遠超了他們的所謂風險 保險公司由頭至尾都是計算風險 所以你會見到 一個保費是會加的 即是要包生仔的保險 另外就是在疫情底下 其實根本活動都停止了的時候 他們反而只是擔心自己的保費收入 所以賠負的狀態上來說 其實到最後政府都會理順 特別是一些很大的主要經濟體 其實政府的介入都是保障到 某程度上是保障保險公司 我想是的 但另一方面 就是保險公司也有能力去賠 若干金額 亦都不能輸打贏 一要你賠的時候 你就說你倒閉 其實跟騙錢沒有分別 所以保險公司實際上 也有能力去賠 而且今次有不同的 就是今次全球有影響 就不像剛才你說的事件 個別對地區單一的公司 可能要援一個重非 所以相對之下 我覺得這樣的程度上 風險是因為全球保險公司 一常去分散 而且真的很著重他們 如何去做定義 而且到最後 如果是政府相關的 可能政府真的有介入 因為上一節都說到 其實你都看到政府 多願意多樂意去救一些不同的公司 如果真的可以幫助他們 講述條款 或是理術整件事 亦都令到整個經驗狀況 相對會比較穩定 因為前方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實際上 真的太大問題 而且保險公司有問題 我們明明都知道 D-Re-insurers 又是出事的 所以會是一個火燒連環船的情況 當年你見到A.I.Tree的情況 我覺得今年這個情形 發生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你見現在的抗空業 很多各國政府都已經出手幫忙 保險業暫時是否未去到這麼嚴峻 暫時未的 因為保險業未說真的去到 要賠不到這個情況 因為其實很多條款上 都要看看 未來不同的事件 他沒有做的 取消的時候 是否真的可以 保險線 因為你知道保險公司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不賠錢 怎樣想辦法 咬文著字 怎樣可以不賠錢 所以這個過程 我相信不是這麼快 不是現在這一刻 已經知道要賠錢 可能慢慢 過了三個月半年的時候 在某些條款上 原來真的要賠了 大家真的開始要計數 發現這些公司 原來可能是不夠錢賠的 可能政府才會慢慢介入 剛剛提到 組織計算 全球的損失 超過2000億美元 其實看到 當中有一部分 其實牽涉到 跟投資組合那邊的表現 但始終險企也是牽涉到 一些投資組合的表現 沒錯 三月份 環球股市 也是一個這麼大幅度的波動之下 其實險企的投資組合 有虧損 也是預料到的 正常的 但我反而覺得 近幾段時間 保險股 有時都會跌得很厲害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 區域人員 我又不是很擔心 股市的上落 有得這麼升有得這麼跌 有得這麼跌 有得這麼跌 但是 因為他們的投資組合 不像我們這樣炒股 其實都大部分是債券 債券的回報 現在真的嚇死人 為何近幾段時間 那些中資保險股 會回升 就是因為 內地增加了它的赤階水平 接著它會發很多國債 內地的國債 其實是相對穩命的 回報 所以 接下來債券市場 應該會有很多供應 看看 這件事 反而成為保險業的避難所 因為如果投入一些投資級別的債券 無論是公司債 甚至是國債 其實回報應該低到不得的資料 向來我們買保險產品 如果投資回報 我們通常都會看到一個% 至少要有3-4厘 不要低於存款 它要給3-4厘 之前那一段時間 是真的有些嚴峻 所以 我反而覺得 投資上的高低 我不是太擔心 只不過在短時間內 在保險股的股價 你會看到發生甚麼事 所以 Harry的意思就是 看著保險股 都會知道 整體全球保險行業的營運表現 或者交出來的功課是怎樣 節目時間都來到這裡了 再會